最近播什麼劇呢? 繼你上次介紹的魷魚遊戲之後 今次我看了一套 林心瑜做主角的華登初相 這套電視劇 我也覺得挺新奇 Netflix有台灣東西看 馬上就看看 其實之前我也有聽電台的節目 有介紹過這一套 林心瑜大家的印象當中 可能還是停留在環珠格局的時候 對不起,我很久沒看過林心瑜 其實林心瑜有拍了很多東西 但我印象中最深是環珠格格 但環珠格格是多少年前? 我們小學的時候 對,已經有十幾二十年了 每次都幾十 跟鐘一樣 那裡已經直入了林心瑜當時的樣子 到現在,林心瑜去做這套電視劇 這套電視劇他有份製作 其實這套電視劇是說什麼呢? 華登初相 他就是說一個在台灣的日本酒店 他叫日本酒店 類似日本式的夜總會 之後就是操作他們 他入過一家便自己也是母親 兩個兒子 帶著一群女孩 去裏面發生的一些事情 即是金雞,是吧? 這又沒有金雞什麼 那什麼 赤裸 赤裸交易的感觉 因为日式的那种夜总会 他们有很多的规条 韩国也是 其实韩国也是 他们是陪坐的小姐 就是不可以亂和客人发生关系 留意那个说话是不可以亂发生关系 只要不要亂 只要暗张就可以了 不要亂拎 因为他有说到日式的这些酒店的一些规矩 因为始终在台湾的日本人 其实也是有限 变成大家都是那个圈子 如果你让别人知道你有亂和别人发生关系 对那个小姐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你会周围被人唱 然后当有一个客人知道你原来和A客什么 即是我也可以 会开始更加的混乱 所以通常他们都要很小心 也很圆滑地处理这些客人的关系 但这个也不是这部电影的重点 即是我卖身不卖 卖身? 我卖身不卖月 我卖错不卖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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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一套电影 它都是只有八集的 所以看下去的时候 为什么我可以在里面煮光呢 都可以的 但是它那个的紧不紧臭呢 其实它的故事是不是太复杂 不过它用了这个日式的酒店作为一个背景 其实就是一个谋杀案 在它一开场的时候 其实就说了是有一个 发现了一个女尸 但是一直都没有说她是谁 ok 那就是因为它没有说是谁 但是你又知道它应该在那间夜总会工作 随便一个死 谁人是死者 所以你就由头一定要看到落尾 你去到最后一集 你才知道死者是谁 你就在整个过程中 你都在猜是否他呢 你猜是谁 但到最后都没有说是谁杀死他 但只是知道谁是死者 谁是死者 但只是这一样的原疑点 已经令到我一路不不看到后面了 就是black magic 谁死了 然后又玩了八集 在中间其实它也有一些剪接上的时间 其实它是跳来跳去 但又不会觉得乱 它很清晰地说得明白 比如案发前的一年 案发前的三个月 案发前的一个星期 它有很多时序是这样的 但在这个时序当中 它也不失内容 内容包括在那几个小姐 她们也有来自不同的背景 有年纪大一些 难倒的 又有一些是贩毒的 之后又有学生的 然后又有一个是原来坐牢的 就是几个背景 都会令你觉得 会不会因为他欠人钱 所以他想对理他 又会不会是因为那个人 贩毒被人识穿了 所以他对理他 你不停要去想 究竟他究竟是谁最可疑呢 临心愚的角色 就是他和这个杨锦华 任前华 杨锦华好看 也很有名的 他的电影 我们小时候有看过他的电影 也是很出色的 就是做这个酒店的老婆 所以他们两个是很好感情 之后一起去互相安慰 互相扶持 经历了很多 但是也发生了一些感情的支折 令到他们的关系有些破坏 看到一些姐妹之间的感情 究竟一个男人重要一点 还是一个姐妹情的可贵一点 这些都挺细腻的 是挺有趣的一部电影 但算不算是适合女士看多一点 譬如我和阿斌看完 我们看了些什么 接着就走了 那又不会了 也不会的 因为他那个懸疑线 都做得挺好的 你一直看的时候 你真的要去分析 你又会多些想 然后你又会看到不同的层面 因为他客人里面 都有好几类不同的客人 那些就是男士的角度 有一些除了是工作完之后的日本人 去那里消遣之外 又有其他的一些地方的客人 甚至乎是有学生 在学生追求这些姐姐的过程之中 那一个学生又会做些什么呢 是挺有趣的 我自己都没见过这样的戏 但他都很清晰的 每一样的描述都 找回相关的资料 这部华登初上 其实在台湾都很热烈的 这段时间我都有拿过一些新闻 因为我经常都看台湾新闻 但你说这部剧我就未看过 因为今年年头才拍完 10个月的制作之后 11月就扔出街了 然后看那些人的角度 其实也挺好的 林心如、杨锦驊 这些我们也有熟悉的台湾女演员 男演员方面有杨又玲 还有凤小岳 凤小岳就是一个混合 一个有外国血统的朋友 之前在孟甲里面都有 我最记得他做孟甲 也有其他一些 校園青春电影 当时也会有凤小岳 那些男演员真的不知道 每个都很英俊 是的 而且有些感觉 由老到乱的都是帥 然后还说刚刚这八集结束 第二季也确定了 是会有 是的 而再召唤下去 是会有随有圈 有随有圈 会出现 所以大家就可以 又去认识一下去看看 所以难怪到到最后 他都没有说究竟是谁做的 这样才可以拉下去 但我说现在很多的剧 都开始是这样 因为譬如Netflix 自从Disney Plus 开始了之后 其实我猜Netflix 都陷阱以待 但他本身发展得比较早 和成熟程度都挺好的 然后现在很多时候 就变成拆这些小件 譬如说一个剧集 以前我们香港人 从小到大 短的起码20集 长的50集长剧 或者再不是的真情 一千多集 要不就这样 要不就这样 但我说现在很流行的 就是尽可能 他们的计算方法 都是令你可以 如果你尽粗要煮 可能是一个星期的星期六日 或者两个星期六日 你就应该够了 够了 类似他们的计算 而且因为制作 可能在计算上 或计算得更精准 所以可能他在八集 或者可能六集 这个状态去徘徊 好等你OK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都是试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 一开他又要大卡市 但他又不可以这么多集数 他的钱又算不定 一下子不收得 他又会蚀钱 所以六集至八集 OK就再签 再不是可能故事走得好就转 但很多时候一等 就等很久 譬如说 之前日本有一套金制之国 漫画改篇 由于游戏 刚刚的华登初上 或者之如此 很多都是他们一拍完之后 可以了 但你要再弄 就辛苦了 所以其实有难有不难 有些我觉得 其实不应该再拍 Netflix的第二季 或第三季 反而可能是 直接一来就拍电影 其实我觉得 他可能一早已经拍定 是吗 因为你想想 以台湾去拍剧的经验 是非常之丰富 所以他们拍剧的话 一拍拍二十集 这些根本没有难度 是 所以我觉得他先拍好了 只不过按照大家去追剧的程度 又不用一直追缺追追成二十集 所以就分开第一季第二季 这样大家看起来会舒服些 是 而且有些可能是长寿少少的 例如可能是脂肪子 或者可能是Money Heist 然后之后 可能这些都会大家更容易 继续继续追进去 脂肪子永远都是第一位 是的 但我想说我到现在 我到现在一集有没有看过 我也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写照不吸引我 但可能如果我给一些勇气 按下去的时候 可能又会更好 所以又是Lok 圣诞的时候 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多时间留在家 最好了 播剧 开心心 一家人 就算暂时未去到旅行 我觉得都是一个开心事 都可以看看帥仔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大家 足本重温声音客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